欢迎收看殖民统治的黑暗年代 自从这个系列播出以来 观众都给了不少提议 其中有观众建议不如讲一下 60年代港英政府如何打压新闻自由 直接拉人封报馆的故事 今集一于讲一下 1967年港英殖民地政府 如何在一日之内查封了 填封日报、香港夜报和新五报三份报纸 还将负责人潘怀伟、胡帝舟、陈艳娟 和成印三份报纸的南昌任务负责人 扎暖辉和李少雄等人拘捕和检控 这段历史后世往往讲成六七暴动引起 但其实细心看下 殖民地政府动用紧急法 或者查封报馆都是司空见惯 换句话说 即是没有六七暴动 殖民地政府一样都可以这样做 相反 今时今日 莫说查封传媒机构 只是要求协助调查 都说到是打压新闻自由 究竟是时代不同了 还是有些人双重标准呢 1967年8月9日凌晨4点左右 殖民地警队兵分三队上门驱报仍在睡梦中的香港夜报社长 兼新五部董事胡帝周 建峰日报社长潘怀伟和督印人陈艳娟 南昌任务公司董事长李绍雄 以及经理扎暖辉五人 据当时报章报道 殖民地警队带被长短窗 以及铁笔包门进去五人的住所拉人 殖民地政府同日引用紧急法查封了香港夜报 新五部和填封日报禁止他们出版 行动迅速就好像正心策划一样 为何这三份报纸会被殖民地政府拉人封铺呢 究竟他们做了些什么 得罪了当时殖民统治者呢 那就要由一篇的报道讲起 在1967年6月2日 香港夜报和新五部以大致标题 中共纳队开日本港 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结果被控刊登虚假消息 触犯了出版管制条例 正值当时社会发生一连串工潮 爆发严重冲突 掀起社会上反英抗暴的舆论 多份左派报纸炮轮殖民地政府 甚至叫时任港督戴伦子滚回英国 由于殖民地政府想尽快镇压反对声音平息乱局 所以在8月9日动用紧急法议 刊登文字图引起警队不满 刊登虚假消息 刊登先动性文字等理由 触拿部分左派小报负责人 冒求杀一警白 值得留意新五报7月25日的社论 只是用了标题 《华警梦醒已》被控刊登文字图引起警队不满 触犯警察条例第62条 而田丰日报就因为在7月2日发表了标题为 《牺牲英犬也难卸罪责》的短评被控刊登煽动性文字 触犯先动条例 判怀伟等人被判触犯警察条例4条 触犯先动条例14条 触犯出版管制条例3条 合公判刑3年 原来早在1930年 港英政府已经试过两度查封香港小日报 打压中文新闻的事 事空见惯 殖民地年代的香港 原来一句 《华警梦醒已》 就可以捉个社长坐牢 好讽刺的是 前年黑暴期间 真是有不少媒体 以及自称网媒的人 在网上刊登煽动性文字 散播假消息 甚至刻意抹黑警队 煽动仇警思想 甚至警队全家被起底 家属被欺凌 直到今日 甚少见到有重判 倘若说特区政府打压示威者 收紧新闻自由 麻烦看清楚历史 港英殖民地政府才是专家 下一集继续 殖民统治的黑暗年代